大家看到土耳其籍的大学生王凯杰涉嫌偷拍性侵 高院昨天也撤销交保的裁定 下午重开街押亭 29段的性爱影片当中 大部分的女主角依次都不知情 再加上有两个人提出告诉法官裁定收押境界 王凯杰在庭上也崩溃痛哭 时空否认犯行 还说自己很爱台湾 现在有性情吗 现在有固定的天空有 面对媒体一连串追问 涉嫌性侵偷拍的土耳其籍男子王凯杰 一句话都没说 快闪上楼只看到他西装鼻挺 一改先前的轻松打扮 显然是有备而来 而帮他付了20万交保金的朋友 应法官要求到案 站在保护朋友的立场不愿多谈 下午两点台北地方法院重新召开击押亭 王凯杰在庭上为自己喊冤 还说非常的爱台湾 忽然间情绪崩溃泣不成声 只说了一切都是你情我愿 检方大骂 已经有被害人达到生命线哭诉被性侵偷拍了 最后法官认定 王凯杰居无定所有再犯的可能 才定羁押 这是一大清早六点多的画面 王凯杰从家里走出来快步上计程车 这时正要去找律师求助 他可能也没想到 竟然要为29端的偷拍影片付出代价 中文化